姐姐动手术找弟弟借钱,弟媳竟让打欠条,交费时发现钱里加了张纸,打开一看跪地痛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陈安文从医院出来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生了重病,现在急需一笔钱动手术。 可是自己是个月光族,根本没有存款。 现如今只能找弟弟借钱了,如果弟弟不管自己的话,就只能等死了。 可是找弟弟借钱还有一个门槛,弟媳。 回家跟弟弟一说,弟媳当场脸都清了,还嚷着要他打欠条。 姐姐找亲弟弟借钱,弟媳竟然要他打欠条,真是可笑,陈安文敢怒不敢言。 最终还是借给了他。 可陈安文到医院交费时,却发现钱里面加了张纸条。 本想丢掉的时候,看见了上面写的字。 顿时气不成声,为什么钱里面会加着纸呢? 纸条上面究竟写着什么呢? 事情还得从陈安文去医院拿检查报告的时候说起。 检查后,医生一脸凝重地看着自己,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陈女士,你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拿给你看看,我们建议您还是尽早准备做手术的好。 做手术费需要的那笔钱,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这,这怎么可能呢? 随后在大街上崩溃地大哭起来。 可想了好办上,她也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一下就拉回了她的思绪, 接通了电话,弟弟陈腾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姐,你这几天人呢,不是让你照顾着咱爸妈吗? 咱妈昨天差点跑丢了你人呢? 什么?妈跑丢了? 不是,我我不知道啊,陈安文昨天好像是去和别人打麻将去了。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盲音,陈安文眼里狠色地又哭了。 陈安文回来和正在抽烟的弟弟聊天,爸妈已经没事了。 弟弟说,陈安要点点头,有些很不好意思地说, 嗯,爸妈,有小疼你这么一个儿子,我做姐姐的也放心了。 姐你啊,你说你不想结婚也就算了, 你好歹家里爸妈也要帮忙照顾着呀。 陈安文被自己弟弟的这个语气说了那么一通, 眼泪愣是没忍住流了下来。 弟弟,你别说了,是我这做姐的不对。 听陈安文那么说,陈腾又感觉事情不对。 姐,你,你怎么了? 我,我没什么。 我,我想和你们借点钱,我得病了。 呀,这次换了借口了呀。 行啊,要借钱那就打欠条,以后不还钱我就告你去。 弟媳在厨房没好气地说。 姐姐动手术找弟弟借钱,弟媳竟然要求打欠条。 几天后,陈安文准备要做手术了, 他把钱拿到医院交费用。 那一万块钱,在过验钞机的时候,突然卡住了。 护士从里面拿出了一张小纸条,看也没看的,拿给了陈安文。 陈安文一脸茫然地看着从那叠钱里夹着的那张纸, 瞬间就气不成声,只看见那纸条上的内容是, 姐,我们也不是故意这样针对你的, 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重新认识自己, 好好生活,这钱我们也挣得不容易, 一下给出十五万,我们也心疼。 但我和阿腾都相信你, 希望你是真的有去用在做手术的这种大事上, 不要骗我们。 等你好了,回家了,咱一家人还乐乐呵呵地吃顿饭, 很是感激的陈安文这回真的认识到自己和家庭了。 果然,如果没有这个家, 她不会过得那么安安稳稳的。 自己作为一个姐姐, 家里的长女也不知道好好地照顾着家里, 不懂得好好生活, 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的, 现在她认清楚了。 发了条微信给弟弟, 弟弟和凤儿说句谢谢, 姐姐我做手术了, 等我回家, 等她进了手术室没有多久后, 陈腾便带着一家老小来了医院, 陈家一大家子人都坐在手术室外, 等着手术结束。 陈妈一向担心陈安文, 看到现在这个场景, 很是紧张地问陈腾, 腾啊, 你姐姐怎么了呀? 发生了什么呀? 严不严重啊? 怎么都来了这医院了? 你告诉妈,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陈腾自然不能告诉妈妈发生了什么, 只能够无奈地强称笑容说, 妈, 你放心, 没发什么事情的, 只是姐姐来做个小手术而已, 没有多大事情的, 一会就好了, 她一会就出来了, 你放心好了。 陈妈相信陈腾不会骗自己, 点点头算是放心下来了。 陈爸在一旁皱着眉头没有说话, 但看得出来他也很是担心陈安文的安危。 就这样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左右后, 妻子和爸妈都靠在椅子那儿, 有些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陈腾依旧焦急地在外面, 等待着眉一会儿, 手术就算是结束了。 医生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陈腾赶紧上前问, 医生, 怎么样了? 我姐姐怎么样了? 她有没有什么问题? 严不严重啊? 病人家属请放心, 手术已经完成了, 并且很成功。 等会儿, 你们就可以去看望病人了, 不过病人现在还有些昏迷不行, 所以等会儿如果要去家人陪护的话, 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 太多就会吵着病人了。 哎, 好, 谢谢医生, 谢谢, 进了手术室被打了麻药以后, 陈安文就失去了直觉, 直到手术结束后, 也还是昏迷不醒的。 等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睁开眼, 就看到正在自己身边守着自己的弟弟, 弟媳。 看到陈安文醒来, 弟媳赶紧端了水杯给陈安文喝。 润了润嗓子后, 陈安文眼眶微红地看着弟媳, 凤儿, 我, 虚, 阿腾才刚睡着。 大姐, 感谢的话不用说了, 阿腾和我说给过了。 之前的事咱也不计较那么多了, 只要以后姐你能够好好的生活, 咱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过下去, 比什么都强。 点点头, 陈安文心里洋溢着幸福地说, 对, 咱一家人得开开心心地, 谢谢你们能够让我有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瞧大姐说的这是什么话, 一家人都是应该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朋友们你们说是吗? 高考后, 父母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笑得合不拢嘴, 亲戚发来贺电, 他们笑脸相迎。 当晚, 我留下一书跳了楼, 母亲却从未有愧疚过, 我叫宋长盛, 是个女孩。 我小时候听亲戚说, 要不是我妈没法生二胎, 我大概在出生后就被掐死了。 妈妈说, 这是亲戚故意吓唬我才这么说的。 长大之后, 我隐约觉得这是真的, 还不如早点把我掐死, 好不让我在短暂的人生中死去那么多次。 我在小学之前就开始上辅导班了。 他们说, 在大城市的孩子都有一技之长, 总要学点才艺, 过年了, 还可以在亲戚面前表现表现。 所以, 他们考虑到费用, 则又给我报了舞蹈班。 但我仿佛天生不适合跳舞。 按照舞蹈老师说的就是, 我的柔韧性太低, 不适合学舞蹈。 如果硬是做出我无法承受的姿势, 会让我肌肉拉伤, 影响发育。 被舞蹈机构劝退, 我妈拉着老脸领我回家。 一回家, 就开始抽我的背, 面目猙獰。 做不了, 做不了, 为什么别人做的了? 你才五岁吧? 我看你那个班都有八岁的, 为什么别人可以下腰, 可以压腿? 我看你就是诚心和我对着干。 妈妈大声吼叫, 气得火冒三丈。 那么多人在, 你真是不嫌丢人。 我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她说一句话, 抽我一下。 我哭得直掉眼泪, 浑身颤抖。 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将我的自尊心 不断地按在地上摩擦。 她手打得累了, 终于停了下来。 还没上学你, 就会耍小心眼了, 上了学还得了。 她依旧怒目缘争, 我依旧哭声不止。 她把我拖到客厅中央, 声音盖过我的哭喊声, 来,今天老师教了什么, 做给我看。 做不好, 今天别吃饭了。 我害怕地颤抖着, 小心翼翼地举起手, 想要做下腰的动作。 但是, 腰板还是控制不住地僵硬, 然后我直接向后倒去。 背好痛。 起来起来。 她没好气地说道, 然后举起右手放在我腰部, 我给你撑着, 你起来。 最后, 我在她帮助下, 终于做好了下腰的姿势。 结果在她把手抽走之后, 我的腰部忽然泄力, 又是止不住地颤抖。 很痛。 手浇杂着汗水在打滑, 被夹杂得热刺刺的巴掌, 痛得要死。 你手是不是没力气? 用点力啊, 你的腰不要掉下去了。 她又把我的腰部浮上去。 你坚持十秒钟, 妈妈就给你做你喜欢的红烧排骨。 我闭着眼咬着牙, 忍着腹上的酸痛, 极力控制着手, 不要打滑。 十秒太漫长了, 但终于过去了。 在妈妈倒数到一的时候, 我的胳膊终于泄力, 直接向下跌了下去。 那天晚上, 妈妈果然给我做了红烧排骨。 那老师说长盛没有舞蹈天赋, 今天我回来打了他一顿, 他就做好了。 妈妈在饭桌上一边往碗里扒着饭, 一边对爸爸说, 我看是那个舞蹈机构不行, 我改天给长盛换个舞蹈班, 让他重新学学。 爸爸作了一口白酒, 脸上泛着红光。 那是我宋富丽的女儿怎么就没天赋了? 怎么就比不过那些大富人家的小孩了? 哈哈哈哈, 接着, 爸爸把头转向我, 从兜里掏出两块钱。 来, 长盛啊, 这是爸爸奖励给你的。 好好学呀, 给爸爸妈妈长点脸啊。 没等我接过他手中的钱, 他九幸大发, 将钱向后一甩, 手舞足蹈。 那说出去, 都是我闺女长盛。 学什么一点就通, 那是百年难得一遇天才啊, 要不然我闺女怎么叫长盛, 宋长盛。 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名字的沉重。 但生活里的沉重远不是一个名字能够完全概括的。 上小学时, 我经常能够拿下满分。 我的父母那时候都很高兴, 但在喜上眉梢之后, 妈妈会问一句, 班上有多少个满分的呀? 我第一次如实回答了有十个。 妈妈说, 那你得继续努力了。 这么多人并列第一, 那这第一也没什么好骄傲的。 你也不许骄傲听到没有。 所以我第一次满分没有得到奖励, 而是一句勉励, 不许骄傲。 三年级之后, 我很少再拿到满分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就是没有天赋, 我不是学习得了。 要不然, 为什么次次考试 都有人满分, 我就没法拿到满分呢? 妈妈总是会拿着试卷 指着那个两位数的分数, 怒火中烧。 差两分, 差两分, 你小学就差别人两分, 将来中学差别人二十分, 高考差别人两百分。 是不是最近手机玩多了呀你? 你心思怎么就不在学习上呢? 啊? 妈妈恨铁不成钢地倒着我的头, 时不时往我头上重重敲上几下。 我被她弄得重心不稳, 眼睛蓄满泪水, 却一点也不敢流出。 我怕我开始哭, 他们就会开始打我。 爸爸进门看到妈妈在教育我, 也借着酒精开始骂我, 要不带你去看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就你不会。 错题总是错, 还不长记性, 我看你就是欠打。 说着, 她一巴掌就扇了过来, 巴掌打在脸上最疼, 其次是手指, 再是手臂, 最后是小腿。 但她们尽量不会在我身上留下痕迹, 从来都是往看不见的地方打。 她们用脚踢的时候, 不会踢我的头, 怕弄坏了我的脑子。 所以, 她们会踩在我的背上, 会踢我的肚子。 打得我嗷嗷大哭, 她们也累了, 就收手了。 然后, 一边吼我不要再哭, 让我长点心, 一边收拾残局, 给我做好饭菜。 妈妈会给我挑好了鱼刺, 把鱼肉递给我。 好声劝道, 这种鱼吃了变聪明的, 这么贵, 我们都舍不得吃, 你多吃点。 打你也是为你好, 你看, 上次给你打了几下, 你的潜能就激发出来了, 现在舞蹈练得这么好。 见我不吃, 妈妈就会更加生气。 给你脸了。 我跟你爸花这么多钱供你上学, 省吃俭用的, 把好的东西都留给你了, 你考那个破分数对得起我们吗? 我忍住乌叶声, 默默往嘴里扒饭。 一般情况下, 脸上是不痛的, 但咀嚼饭菜的时候, 牙齿总在发酸, 连着鼻子都是酸的。 我总要伴随着鼻涕和眼泪, 硬生生把饭里吞下去, 脸也生疼。 我眼泪一直流一直流, 看得我爸也不顺眼了, 大声吼叫, 哭丧呢。 吃不下别吃了, 回房里写作业去。 于是我愣了愣, 又被他接着吼声吓得发颤, 溜到自己房间去。 别关门, 不要让我看到你在干其他的。 妈妈附和一句, 语气十分不悦。 战火转移的一段时间, 是在我初一的时候。 爸爸借给别人十万, 妈妈和他吵了一大架。 他们把客厅能砸的东西都砸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互相打骂。 和打骂我不同的是, 他们的打骂声中充满了尖叫声, 还有最难听的脏话。 后来, 他们会无缘无故地打骂我。 爸爸工作不顺了, 除了喝酒, 可以找妈妈吵架, 还可以把我从熟睡的床上揪起来, 平白无故地打我一顿。 妈妈特别会玩打一个巴掌, 给一个糖果的套路。 他先借着我成绩不好的理由, 考的前十, 就说没考第一, 考了第一, 就说没考满分。 反正就是先找个理由打我一顿, 然后说长记性了没? 长记性了。 我那段时间, 看到爸爸喝酒, 我就害怕地发抖。 看到试卷就开始犯恶心, 看到红色的叉就想到死。 我听了学校的心理课, 我知道这可能是病。 但我没机会跟爸爸妈妈说, 我难得遇到一次他们高兴的时候, 难得遇到一次我可以不被打骂的时候。 反正我更乐意被妈妈骂, 因为她每次骂完我之后, 我还能吃到一顿丰盛的。 我庆幸打得最凶的这段时间, 是秋冬, 因为我还可以穿着长袖。 我是指, 即使穿着长袖, 也不会被别人另眼相看。 初一的时候, 学校进行了一次心理测试。 我被学校的心理老师找了家长。 心理老师告诉我妈, 我心理上可能有一些问题, 建议我妈妈带我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做个检查什么的。 然后, 还强调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可能是对老师有一种莫名的尊重和敬畏, 我妈听得很认真。 心理老师见母亲听进去了, 看起来特别配合, 也就放了心。 回家路上, 妈妈就问我, 刚才那个老师教什么的。 我说, 心理, 他脸瞬间拉得老长, 仿佛吃了什么大亏。 我还以为教什么妇科的老师呢, 原来连妇科都算不上。 妈妈扯着我往前走, 就进城上公交车。 上了车, 妈妈找了个位置坐下。 心理课, 你就当做美术音乐课一样玩玩得了, 大城市里总喜欢加这些没用的课, 浪费时间。 妈妈声音不大, 但是公交车上很安静。 我想, 他们几乎都听到了妈妈的话。 那时候, 我对妈妈在公共场合让我丢脸还是有些反应的, 但我还是不敢反驳妈妈。 我坐在了离妈妈较远的位置, 庆幸公交车空座位不多, 我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到后面去。 万万没想到, 妈妈直接隔空喊话, 长盛, 等会你直接去那个舞蹈机构上课, 上完今天的课就不上了, 学习要紧了, 顿时, 车上的人都向我投影探寻的目光。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妈妈在公共场合称呼这个名字了。 其实, 也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名而已。 但我讨厌我的名字, 太讨厌了。 为了防止他再次喊我, 我总会第一时间回应他。 他这才满意地回过头去, 和妈妈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的。 但是, 我除了妈妈, 就是更加糟糕的爸爸。 我的世界, 再没有其他人了。 妈妈一直拖到我初二的时候, 才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我那段时间成绩直线下滑, 考了两次都没进钱时, 还越考越低。 他怀疑我的心思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去翻了我的房间。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你这里写的帮你搞职日的谢佑是谁? 妈妈指着我的日记本其中的一页说道, 那本日记是我听从心理老师的建议, 用来排解坏情绪的。 我一直把它夹在宇文教府里的呀。 我下意识就想把日记抢回来, 结果妈妈的巴掌先落了下来。 说呀, 你心虚了是不是? 谢佑是女生。 我第一次用很大的声音吼了回去, 你还学会撒谎了是不是? 妈妈的眼睛瞪得很大, 很恐怖。 我知道这是她要再次打我的前兆, 于是我赶紧往后退去。 你别跑, 你学会顶嘴了, 怕你气到了, 我管不了你了。 和我对着干, 妈妈追着我到了客厅, 我还是一直往后退。 我身体是长久以来应激性地发抖, 但这是我第一次反击她。 妈, 日记是我的隐私。 我鼓起勇气说着, 声音颤抖。 什么隐私? 你有小秘密了, 不告诉妈妈, 你出问题了, 成绩下滑了, 谁负责? 你自己负责吗? 她斥责。 好, 你看, 你看完。 我声音发颤, 喉咙嘶哑, 眼眶含着眼泪又差点要流下来, 我求你看完了, 再打我骂我都行, 日记后面, 我写了很多阴暗的话。 我写爸爸妈妈今天又在打我骂我了, 我写每天失眠的原因, 就是睡觉前被打或者被骂, 然后躺在床上听着隔壁主卧传来不断的打骂声和尖叫声。 相比之下, 在亲戚面前数了我, 甚至都算不上太大的伤害。 就算是骂一株绿植都会枯萎的, 何况是完全能够明白那些肮脏词语的我。 我写我被打之后的疼痛, 因为经常被打, 甚至都不觉得有多痛。 我想我真的不如死了算了, 现在真的好痛苦啊。 如果生来受苦, 生来就是父母的出气筒, 我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简直像是他们养的工具。 我可不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不要被打厚的填藻了。 别骂我, 请爱我。 不爱我也可以, 我不需要很多爱, 我不需要。 我不想要你们每天带给我的折磨, 我不想要。 我求你们了。 最后面几页全是我画的黑圈, 红色墨水。 妈妈好像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终于想起了一年前老师的建议, 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我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医生向妈妈解释了什么是抑郁症, 并建议妈妈让我休学一段时间, 专心休养, 每周去进行一次化疗。 妈妈很会和医生奉承, 就和一年前妈妈面对心理老师的建议一样。 她答应着医生, 说会重视起来的。 出了诊室, 她就对我说, 抑郁症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可以治好的。 休学就算了, 你都出二了。 在休学, 她跟不上。 她说的什么话聊, 一次要好几千纳, 这都可以给你报个补习班了。 妈妈还是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这不就开心了吗? 再不行, 你学校不是有心理老师吗? 你找那个老师多聊聊天, 妈妈牵着我的手在公交车站台等着, 另一只手提着一大袋蔬果。 那天车站人来人往, 潮湿的空气夹杂着塑胶味, 周围是灰蒙蒙的一片, 我又耳鸣了。 其实, 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从这天开始, 爸爸妈妈不动手打我, 也不再骂特别难听的话了。 高一的时候, 一直有个男生在追我, 他叫贺明熙。 贺明熙成绩年年倒数, 说话有些结巴。 我知道, 他也是被同学冷落欺负的对象。 男生们总喜欢聚在一起, 让贺明熙说喜欢我的话, 对我表白。 然后, 他们观察我慌张的反应, 随后看了一出好戏一般, 哄堂大笑。 他们喜欢传着 我是贺明熙女朋友的留言。 在十几岁的年纪的少年们看来, 这是侮辱性极强的玩笑, 就像是他们被最丑的女生喜欢一样羞耻。 我本以为, 我被我母亲打压削弱着早已没有了自尊心, 但当他们开启这样的玩笑, 我还是很不好受。 如果不是我成绩, 还可以, 有老师照着, 我想他们会肆无忌惮地欺负我。 其实, 这件事在学校没有一个人相信的。 但是, 我妈信了。 她找到班主任, 又让班主任把我和贺明熙 叫到办公室。 一路上跟过来不少同学, 大家一传十时传百, 把办公室为个水泄不通。 热刺刺的脸皮仿佛在阳光下暴晒, 再也没有尊严。 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他们俩早恋了, 老师你也不管管。 办公室外面瞬间传来起哄声和唏嘘声, 甚至还有口哨声。 班主任往外面吼了几句, 也没有吓走他们, 依旧有人冒险为观。 无奈之下, 班主任直接向我问道, 是真的吗? 我摇头。 宋妈妈, 你也看到了宋长盛否认了, 这说不定就是个误会。 我想宋长盛同学不会早恋的。 我妈依旧不信, 老师, 你不用包庇她。 她什么样的人, 我清楚得很。 她从小就爱美, 喜欢勾引男人, 外面传来了响彻云霄的哄笑声。 我面色燥热, 再次耳鸣了。 我仿佛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 我知道我妈的套路, 她这是要我长记性。 只要我获得了足够多的羞辱, 足够大的代价, 我就会记住了。 让我害怕犯错, 害怕谈恋爱, 害怕被人喜欢。 被人喜欢是一件可耻甚至可恨的事情。 如果不信, 今天就是下场。 后来, 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解决的。 我只知道我又回到班上去上课了。 我的神情一直恍惚着, 恍惚着听着他们窃窃私语, 恍惚着感受他们投来打亮的目光, 恍惚着就走到了教学楼的天台。 啊啊啊啊啊啊啊, 刺耳的尖叫声滑破长空, 我被唤回了神。 但他的尖叫声没有停, 从慌乱地跑到我这里, 到把我拉下围栏, 再到紧紧抱着我远离天台。 他一直在哭喊着乌叶着, 仿佛要死的是他一样。 你别做傻事啊, 妹妹, 有什么事和我说好不好? 呜呜。 他将我抱得很紧, 明明是陌生人, 却宛如将我视若珍宝。 可不是吗? 生命本应该是珍宝。 他告诉我, 他是学校的实习老师。 他的名字很好听, 叫陈话题。 那天, 他和我哭完了之后, 他向我班主任请了假, 晚自习带我出校了, 带我去吃了肯德鸡, 就是平常我的妈妈 总说不健康的东西, 陈话题全都请我吃了个遍。 其实, 我没有感受到有多快乐。 好像真的死过一回了一样, 我忽然轻松了许多。 什么学校, 什么成绩, 去他妈的。 陈话题拎着我到 绕河公园上散步, 吹着晚风。 我人生中第一次, 理解到时间是可以如此慢下来的。 从小到大, 我妈妈压榨了我的所有时间, 除去睡觉时间, 我几乎不敢休息。 我理所当然地以为, 散步、闲聊、 没用的活动, 都是浪费时间的。 我只用学习就好了, 什么都不用管。 但我就好好学习 这一件事情都干不好。 陈话题说, 以后你要是心情不好了, 或者就算是没什么事情, 都可以来找我。 你千万不要干傻事啊。 我轻轻应了一声。 忽然, 他停下了脚步, 明亮的眼睛看向我, 认真地对我说, 今天学校的事情, 我听说了, 不是你的错。 从头到尾都没有你的错, 所以你不必自责。 他的眼睛在路灯的映衬下, 格外明亮瞪景。 我没有说话, 回应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世界是怎样的, 我还没看过世界, 我只看过我妈给我看的世界, 所以我不理解, 为什么不是我的错。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眼睛冒着热泪。 我忽然像是话匣子打开了班, 那天我和他聊了好多好多。 我爸妈早该离婚了, 我爸总不回家, 一回家就和我妈吵架。 他们现在不打我了, 但我还是很痛苦。 他们总能把矛盾指向我。 他们在意我应该跟谁走, 我谁都不选。 于是他们没有离城。 后来, 我想我得早点结束这一切, 就必须顺着他们的意思走。 所以我选择了妈妈, 结果, 他们那天去办离婚, 居然在这个城市排不上号。 哈哈哈哈哈哈, 我失声笑着, 眼泪不知觉掉了下来。 我的存在好荒唐, 要是我不存在, 他们就不用相看两声宴。 我是他们的累赘, 横在他们中间, 阻挡一个家庭的进步, 掀起争吵的风浪。 而风浪只能用我那无力的成绩来平息。 我想, 如果他们离婚了, 他们应该会变得比现在富有, 那样就幸福了。 人一有钱了, 就不至于这么不快乐。 陈话题抱着我, 会过去的, 以后会变好的, 等你考上大学了就自由了, 你要变得更加强大, 强大到能够把握事情的主动权。 我自杀未遂这件事情, 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的, 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人看到了, 看到陈话题带我出学校了。 所以, 这件事情成为了新一轮的话题在学校传着。 我咬了咬牙, 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继续上课。 其实关注我的人不多, 大多只是当作闲谈而已。 过个一两周的也就过去了, 希望不要传到我妈耳朵里。 我没有能力再承受她第二次的当众羞辱。 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 贺明熙走到了我面前。 周围的男生传来断断续续的偷笑声, 看着贺明熙又是欲言又止, 结结巴巴的样子。 过去他们开玩笑看戏的记忆 瞬间涌入大脑。 空气忽然变得燥热稀薄。 我好不容易才恢复一点的状态, 被他们这样一围攻消耗殆尽。 仿佛我昨天不曾遇到陈话题, 不曾去学校外面走了一遭。 这一切本来可以结束的, 现在没法结束了。 我大脑充血, 几乎用恳求的语气, 声嘶力竭, 你们放过我行不行。 我大声吼叫着, 好笑吗? 开一次玩笑, 还不够吗? 别再盯着我了, 我他妈不想死, 我看向贺明熙, 哽咽着, 你离我远一点, 我求你离我远一点, 行不行。 他们沉默, 有些讶异地看着我。 两久, 其中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他在说什么呀, 是不是因为他这里有问题? 他脑子不正常吗? 他们围成一个圈, 我就像动物园里的猴子。 天旋地转, 我恍惚地抬头望了望天, 清空一色, 阳光太过刺眼, 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转身回到教室, 犹如过街老鼠。 我俯身在座位上写字, 总能听到他们的议论声。 我知道他们很喜欢谈论这些话题, 因为他们太无聊了。 我太愚蠢了。 再这样被打扰下去, 真是太愚蠢了。 宋长盛啊, 宋长盛。 不要被外界干扰, 你要向前冲。 成绩好了, 什么都好了。 我好像真的被我妈妈羞辱得够多了, 我没有再次失控发疯。 这一天终于艰难地过去了。 我收拾着东西, 有人给我递来了一张纸条, 贺明希给的。 我忍着恶心, 想要把纸条扔垃圾袋里, 却瞥见了上面歪七扭八地写了行字。 别扔, 请打开看看。 我愣了愣, 最终选择把它揣进兜里, 带上MP3听英语, 走出教室。 上了末班公交, 车上只有几个人。 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后, 我内心忐忑地打开了那张纸条。 四纸, 字很多, 字不大美观, 但是很工整。 宋长盛同学, 向你问好。 我很抱歉, 之前听了后排男生那些人的话, 向你当众告白, 让你非常难堪。 如果后果这样严重, 我想我宁愿受到惩罚, 也不会让你产生困扰。 喜欢你并非偶然,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很羡慕你有那么好的成绩, 语文英语永远都是班级第一。 你长得很好看, 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生。 但你的美不只在于外貌。 我是指你努力的样子很美, 你上台演讲的时候很美, 你自信地用英文参加朗诵比赛的时候很美, 你耐心地给同学讲题目的时候很美。 你都不知道你能在那么多人面前演讲有多厉害。 你每次英语阅读都可以满分有多牛。 而且,到目前为止, 你是我唯一见过的永远不服输的女孩。 就像你的名字一样。 虽然你会输, 但我从未见过你会为失败低头。 每次见到你成绩不太理想, 却没有气馁, 甚至没有一点被打倒的样子, 我都特别震撼。 你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很好奇这股力量来自于哪里。 后来,我不纠结了, 我只需要知道, 宋长盛同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学习动力。 其实我希望, 你既然从未被学习打倒, 那也不要被人言打倒。 不要被生活中的小事打倒。 不要为任何人打倒。 我听他们说你差点轻声了, 无论是不是我的原因, 我都向你道歉。 对不起, 宋长盛同学。 无论是用别人的痛苦来开玩笑, 还是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受损, 而去损害他人的利益, 都是错误的。 你已经受到了伤害, 那么也有权利不原谅我。 以后,我会尽量远离你, 不落人以话柄口舌, 请你继续过接下来的生活。 最后,我说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我想要追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是永远会被人喜欢的, 我敢肯定。 祝好。 我的眼泪哒巴哒巴滴在纸张上, 模糊了上面拙劣又工整的字迹。 公交车上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昏黄的路灯光下, 我忽然觉着这场闹剧没那么重要。 我抽气了几声, 最后气不成声, 头靠在车窗上。 谢谢,谢谢, 我嘴里喃喃着, 眼泪不停掉下来。 我感到我的双臂在发抖。 我控制不住地发抖,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把我的自尊心放在上面, 而且是最上面。 原来真的有人会维护一个十七岁的自尊心。 从那之后, 我很少再遇到贺明熙了。 班里的人也都渐渐淡忘了这件事。 高二开始, 每周只会放半天的假, 并且进行了分科。 我妈妈听从别人的建议, 让我选了权利, 因为好找工作。 但很不幸, 理科几乎全是我的弱科。 分科之后的模考, 我直接调出了年级前五十。 我妈照例骂我一顿, 然后准备在这每周的半天假的时间 给我找个补课老师。 我表示无所谓, 毕竟这半天假期, 我平时也是用来学习的。 妈妈在招聘平台发出帖子, 只有两个人来应聘。 一个是普通大二女本科生, 另一个是师范学校的男研究生。 妈妈再三斟酌, 选择了后者。 我妈既会男生教学, 所以每次补课, 妈妈都要从客厅透过门看着我们。 补课老师也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林安玉。 林安玉长得很有文化, 她不像我学校的老师那样 一板一眼的, 好像故意讲不清楚似的。 林安玉总是温言细语, 分析每个解题步骤, 相关的知识点基本不用翻书, 就可以墨写出来。 补课的进度很快, 在我妈的监督下, 两个小时的补课时间 可以说是没有浪费一分钟。 当然, 我妈有时候也会进来送个水果, 看一看我的学习情况。 林安玉总是会给我一个心安的眼神, 然后很配合地拿出我的满分答卷。 我妈挑不出毛病, 还怪难受的, 最后只能放出一句, 继续努力, 别骄傲了呀。 我和林安玉相识一笑, 我头一次感觉 做理科题目并不痛苦。 后来, 我妈有一次周日下午要加班, 没有再在这里监视了。 大约是补课效果还不错, 她也不必有过多担心或猜忌的缘故。 趁着我妈不在, 我向林安玉问道, 我听我妈说你是研究生,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林安玉笑了一下, 露出浩尺, 我本科学的汉语言文学, 研究生学的中国古代文学。 我震惊, 这岂不是和理科没有半点关系。 差不多是的, 但理科成绩好, 并不妨碍我学中文。 林安玉浅笑着, 那你应该教语文什么的合适一些吧? 为什么来教理科? 还是全理, 林安玉看向我, 笑道, 我教得不好吗? 没有, 你教得很好。 我顿了顿, 我是指你应该很抢手, 为什么来我妈这里应聘, 她给的也不多。 林安玉轻笑了一声, 依旧在纸上写写画画, 漫不经心地开口, 陈话题推荐的, 你应该认识。 我表面波澜不惊, 内心早已翻江倒海。 她说, 你是个好苗子, 把理科成绩提上来, 说不定能进清北。 林安玉说完看了我一眼, 见我神色不对, 又说, 嗯, 成绩什么的其实不太重要, 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罢了。 成绩不重要吗? 可是, 高考就是分数决定一切啊, 而且你是因为成绩好, 才会这么想吧。 我脱口而出, 后知后觉, 自己说话有些天机了。 林安玉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好像我说了错话, 我下意识想要道歉收回我的话。 她却掀开了口, 成绩好事, 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优点, 但也只是一种优点而已。 成绩不好, 那么我们就找出问题, 想办法解决问题就好。 你还有更多其他优点的。 灯光打在她脸上, 勾勒出标志的下额线。 林安玉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 在文学角度上说, 生命就是奇迹, 你已经很棒了。 我盯着林安玉愣了好久, 她见我愣着, 忽然笑了起来, 露出浅浅的梨窝。 午后的阳光打在她身上, 仿佛她也是光。 别愣神了, 太相信别人的话, 很容易被误导的。 林安玉轻轻扣了扣桌子,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有良善的是非观, 这都是以后要学的。 我的时间可是收费的, 林安玉示意我接着做题。 但是, 那天下午, 当真没做出来几个题。 很久以后, 我才意识到, 那是我妈给我建立的价值观崩塌的开始。 大约两个月之后, 林安玉给了我一块巧克力。 明天好像是你生日, 生日快乐。 林安玉笑得温润如玉, 一见面就把巧克力递给我。 结果巧克力, 我觉得巧克力是温温的, 仿佛上面还留着它的体温。 那其实是很普通的巧克力, 随便找个便利店就能买到的那种。 但我留到了我第二次跳楼的那碗。 听她讲题的时候, 我有些心不在焉。 林安玉也察觉我有问题, 表情略微严肃地放下了笔。 休息会儿吧, 你是不是累了? 我摇了摇头, 你怎么知道明天是我生日? 家教平台会有学员信息。 哦, 我轻轻应了一声, 眼去眼底的失落。 你之前说是陈老师推荐的, 可以和我讲一讲陈老师吗? 他? 林安玉倾靠在椅背上, 她是我女朋友, 和我一个大学的, 她学的是师范类物理专业, 我又轻轻应了一声。 这次没能掩去眼底的失落, 被她看在眼里。 林安玉探头看了看客厅, 见我妈在厨房里忙着, 继续说道, 你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她和我说了。 话题有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妹妹, 前年因为某些原因自杀了, 所以她那天很激动地去救你。 林安玉的语气很平静, 如果你察觉到你情绪不对了, 一定要寻求帮助, 找我或者是话题都行。 林安玉又给了我一个安心的微笑, 我木讷地点了点头, 未来啊, 因为未知而充满期待, 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可以向前看。 林安玉说完了这句结束性话语, 便又指着题目给我。 我知道她最后一句话是对我那将生未生的情愫说的, 那细微的情愫甚至还没蒙发, 就被扼杀了。 那天还是四月不算燥热的季节, 我在房间听着林安玉讲题, 却冒着细汗。 我连面对着全校几千人的演讲都不曾如此紧张, 真不明白那天我在紧张什么。 或许是怕她看得出, 又怕她看不出, 但幸好她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她有女朋友, 于是更加感谢她没有戳穿我, 而是告诉我, 无论是什么结果, 人都应该向前看。 我才十七岁的年纪, 当然要向前看。 但我万万没想到, 我这份从不曾表达的情愫会害了她。 那天过后的周三, 我记得十分清楚, 因为我的日记留在了那个周三。 先前, 我妈翻看了我的日记, 于是我开始写双份的日记了。 一份专门给我妈看的, 一份留给自己记录真实感受。 我一直分得很清楚。 我妈进来收拾房间, 看到我桌上还留着那块巧克力。 这巧克力留在这三天了, 你怎么不吃呢? 我随便编了个理由, 最近在空堂, 怕长逗了分心, 以后再吃吧。 我将那块巧克力用塑料薄膜包好, 然后放进了冰箱冷藏最里层。 藏好, 一进房间又看到了熟悉的一幕。 我妈在翻看我的日记本, 还是不应该给她看到的那本。 日记里记录的东西, 在我脑子里瞬间闪过。 我大脑冲血, 愤怒急速涌上心头, 直接冲过去拿起桌上的水杯, 摔在门上。 砰的一声, 吓了我妈一跳。 我用尽我平生最大的力气吼出声, 你能不能不要乱翻我东西啊? 我的喉咙瞬间哑了, 她愣了好久, 可能是没缓过神, 她的女儿怎么敢吼她了? 但见我没动作, 又很快反应了过来。 她气急败坏, 拿起手中的扫帚抽我。 你吼什么? 我说了, 日记是可以给妈妈看的, 我说没说过。 还学会吼我了, 你个白眼狼, 他用棍子打在我身上。 我下意识拿手臂去挡, 结果完完整整打在胳膊上。 皮肤瞬间传来热辣又甘巴的痛觉。 空气粘稠得像是固态的, 但空气不应该是固态的, 所以我真的产生了错觉。 我想哭喊, 但是必须吸气才能哭喊。 但因为空气是固态的, 我几乎没法呼吸。 我垂着胸口好让自己呼吸。 你还一直骗着妈妈, 还有两本日记是不是? 要不是我今天看到, 你要和那个家教好多久。 我身体僵硬, 瞳孔放大, 就这样一动不动盯着她, 任由她打我。 不是, 不是的, 我的声音已经嘶哑。 我一直在否认, 但妈妈仿佛听不到我的话。 她要自顾自地骂我, 数落我, 还要伴随着不断的棍棒抽下来泄愤。 仿佛这三年来不曾打我, 她已经压抑了太久。 那你告诉我, 你在这日记里写的什么? 她用手指顽命地戳着我的脑袋。 你脑子里一天天地在想些什么? 啊? 你写的什么? 要不要我读给你听听? 写她的眼睛笛子嘴, 还写她的身体胳膊手, 你们每周在这补课, 你脑子里就装着这些呀。 你说呀, 我惊恐又害怕地看着她, 打在身上的棍子已经不算疼了。 她打得累了, 将我摔在地上。 她大声喘着气, 手上死死掐着我的日记本。 我惊魂未定地看向地面。 我好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我后知后觉才知道自己忘了呼吸。 一吸气, 眼泪像是发了叫, 绝了滴, 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大口而急促地呼吸着, 大脑因为患养频繁而变得眩晕。 我任由眼泪直流, 原来痛苦到一定程度会没法呼吸的。 我妈没理会我的反应, 站在那里继续粗鲁地翻着我的日记。 她停下打我的手, 嘴上却没有停下。 她一边用最误会的词汇骂着我, 一边浏览我的日记。 我在她眼里是不需要尊严的。 她只在乎我会不会倒了她的尊严。 忽然, 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看向我, 蹲下来抓住我的肩膀, 指甲嵌进肉里。 那个家教是不是对你做了其他的事? 我愣了。 就是这一愣, 让她更加坚信她的判断。 你这两个月怎么没来越试? 是不是她侵犯了你? 我不知道她当时进行了怎样的心理斗争, 才猜得这样理所应当。 你告诉妈妈, 妈妈会为你讨回公道的。 你别什么都不说呀, 她的眼神充满了担忧, 连我也分不清, 连我都快忘记了。 几分钟前, 她还在把我往死里打。 她抱住我, 长盛, 长盛你别害怕, 妈妈这就去投诉她, 妈妈报警抓她。 不是, 没有, 从来没有, 我否认。 但她好像压根不需要我的否认。 在她的世界里, 只有她是对的。 她将我留在地上, 没再管我, 跑到客厅拿手机, 将林安玉投诉了, 又报了警。 我就像个笑话, 陪着我妈妈玩。 她领着我到医院检查了, 确实查出了我下体受伤过。 但那是小时候被他们打的时候不小心弄的。 我妈一口咬定, 这就是证据。 作案时间就是她那天出差, 让林安玉得了空。 我一直在恍惚愣神。 我好想去死, 怎么还在这里? 我长这么大了, 怎么还在这里? 我究竟为什么活着? 我知道是我抑郁症发作了, 我控制不住地在想。 我要是有药, 我早就把药灌下去了。 要是有刀, 我早就死了。 可我妈一直把我带在身边, 连学也不让我上了, 把我带到了警察局。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您的女儿没有和林先生发生性关系。 一位年轻警官说道, 根据林先生的口供, 他连猥亵都算不上。 另外一位警官补充说道, 他日记里都写了, 妈妈激动地说着, 却被警官立即打断了。 您女儿的日记里, 没有任何记录她被侵犯的细节。 这一切都是您的猜测, 我妈听到顿时怒了。 什么猜测? 我的女儿好好的, 她那地方怎么就受伤了? 不是那姓林的干的还是谁? 我都说了她有作案动机, 作案时间的, 你们为什么不抓她? 那位年轻警官顿了顿, 又看了我一眼, 我们会找专业的心理医生协助。 您女儿的状态是有些不对劲, 这时, 林安玉被领着 从另一个审讯室走了出来。 年轻警官很惊讶, 不是说了回避吗? 妈妈总算见到林安玉本人了, 像是看到多年的仇人一样。 我再一次见到 什么叫怒目圆征, 满面凶光。 你个畜生, 你害了我女儿还不承认, 简直枉为人师。 本来林安玉没想理她的, 但是听到后面一句话, 身体明显僵硬, 便是走也不走了。 妈妈想要上前揍她, 但被警官拦了下来, 并且示意其他警官 赶紧带林安玉离开。 妈妈蹬着腿, 大声喊叫, 你个畜生, 不配做老师, 弄得整个公安局的人 都往这边看。 林安玉脸上 再也没有挂着笑, 她用很平静的语气说着, 阿姨, 自始至终, 我和你的女儿 没有半点肢体接触。 她的抑郁症已经很久了, 你从来没有帮她治过吧? 走走, 别说了, 我们会调查的, 那些人推散着林安玉出去了。 从始至终, 林安玉没有看我一眼。 林安玉怎么可能不懂分寸? 她从未喊过我的名字。 她连送的生日礼物 都是送最普通的巧克力。 在我妈的监督下, 她没和我闲聊过一星半点。 她甚至只是因为知道我有病, 我心理状态不行, 所以听从陈话题的建议来教我的。 她断了我的非分之想, 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有女朋友。 是我越界了。 我还没越界, 就已经被我妈锁在了 名为为你好的笼子里。 我妈怎么会信, 她只信她自己。 她报警无果, 直接把医生对我的诊断书 发到网上。 声泪俱下, 控诉自己的女儿被猥亵, 警方还不予立案。 她说, 林安玉人面受心, 枉为人师。 她说, 我已经呆滞了好久了, 被侵犯后一直走不出阴影。 她说, 自己的女儿, 养这么大就这样废了。 她说得越来越有人信, 她拍下我目光呆滞的模样, 太真实了。 那时候, 我真的很想去死。 如果我死了, 一了百了, 就不用看我妈将我私密的事情 大肆宣扬了。 但我没有。 我怕我死了, 林安玉这项罪名就坐实了。 我怕我妈会啃着赔偿金, 啃得渣都不剩。 我不是坏人, 我真的不想害别人。 为什么呀? 为什么好不容易有人来救我? 你就要把救我的人 推着扯出我的世界, 然后让我心安理得地接受 你的世界观。 我再也没脸上学, 我不怕面对那些同学。 实际上, 我在他们面前 早就没有脸面, 没有尊严了。 但我没有脸面 在学校建成话题, 我妈一点也不管我的面子。 在他眼里, 我是不需要这些的。 我很疑惑, 让所有人知道 他的女儿被侵犯, 他的颜面还有吗? 他只在乎他自己。 我得顺着这个思路。 他在乎他自己, 他想要的结果, 不是我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 他想要吸林安玉身上的血, 他要榨干林安玉身上所有的价值。 毕竟, 他遇到一个家境不错的名校硕士生, 是不可多得的。 我细思极恐, 又恍然大悟。 我果然在学校里遇到了陈话题。 他好像才哭过, 领着我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他看了四下无人, 终于放声大哭。 宋长盛, 你到底在做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一个老师背上猥亵女学生的骂名意味着什么? 林安玉的人生快要被你弄毁了呀。 陈话题捂着脸痛哭, 眼泪止也止不住。 一如那天, 他将我从天台就向后地崩溃, 仿佛受到伤害的是他一样。 我的脑袋发猛, 像是装了水一样, 怎么也无法摇头。 我不敢否认, 我否认了一点也没用。 我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 愣着神。 陈话题却先道歉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他直接蹲了下来, 双手抱着膝盖, 将头埋在手臂里。 他闷着声音和我道歉, 我更加猛了, 不应该是他给我道歉。 等他冷静一会儿后, 他带着浓重的鼻音说道, 其实, 林安玉告诉我, 不要担心了, 但是, 但是, 我知道他没法, 再做老师了, 我真的一时冲动, 我不该对你发火, 不是你的错, 要是知道结果是这样, 我不该推荐他到你家当老师的, 他乌页着, 忽然抓着我的肩膀。 你能不能在网上说明一下真相啊? 或者, 或者让你妈妈不要再乱说了行不行, 我没有说话, 没有用的, 怎么会有人相信我呀? 到时候被人诟病, 说林老师买通了我怎么办。 陈话题拿出手机, 准备为我录澄清视频。 这时, 林安玉的电话打了过来, 陈话题通完了电话, 总算是松了口气的样子。 他扯出一个微笑, 眼睛还是红红的。 谢谢你, 长盛, 还要录视频吗? 不用了, 他准备起诉了, 陈话题说完又顿了顿, 声音还是很干涩沙哑, 事情有些复杂, 你安心读书就好, 陈话题还觉着有些不妥。 放心, 我和林安玉都不怪你, 你好好读书, 逃离你父母的控制, 过你想要的生活。 我点头, 但没有半点希望, 我想我的眼里没有光亮。 我又像个行尸走肉的学习, 结果是林安玉胜诉了, 妈妈为此付了一定的精神损失费, 但我知道, 妈妈已经暗地靠着这件事的热度, 捞了不少钱了。 妈妈吃了官司的亏, 但还是在爸爸面前炫耀,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假的。 她的女儿没吃亏, 那么她也就没吃亏, 反而还因为这件事搞到了不少钱。 这一刻, 我厌恶母亲的心理达到了顶峰。 我和以前一样按部就班的生活, 妈妈没再给我请家教老师, 事实上, 已经没人来应聘了。 林安玉被招聘平台拉入了黑名单后, 再也没出现。 我高三之后再也没见过陈话题。 毕竟, 我只能早出晚归地待在教室里。 我从来没有尊严, 更没什么朋友。 毕竟, 和我在一起, 走得近了, 都是掉面子的。 谁都知道我有个怎样的妈妈。 多少年来, 我都习惯了。 我只需要熬到高考, 熬到大学, 离他们远远的。 就和陈话题说的一样, 我会自由的。 我不断给自己洗脑。 高三就是无数个重复的日日夜夜。 每天写不停的卷子, 每天不断地被母亲骂。 有时候, 还会夹杂几句爸爸的脏话。 妈妈为了让我专心读书, 高考前六个月的时候, 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间。 每天就在那几平米的地方, 给我洗衣做饭。 为的是不让我爸影响我。 他要为我的高考铺路, 为我除去一切的障碍。 心理疾病是障碍, 被人喜欢是障碍, 喜欢别人也是障碍。 我知道, 他为我做的一切安排 都是有目的性的。 为了取悦亲戚, 内卷让我学了舞蹈。 为了让我长记性, 不惜当众羞辱我。 为了赚取流量, 不惜牺牲女儿的名誉, 不惜侮辱一个良善的人。 他深知谣言会被世人忘取, 但他女儿经历的屈辱不会, 那一边一棍一巴掌 落在我身上的伤不会。 他口中的棍棒教育 从来或许不是让我长记性, 而是让我服从他。 我只不过是他养的一条狗。 我被他养着, 从小适应着他建立的制度, 他建立的教育法则。 我不是不知道他错了, 我不是不知道我需要逃离他, 但我适应了他。 没有他建立的教育法则, 我想我活不下去。 有时候, 他也会在我面前忏悔, 假惺惺地忏悔。 如果不是我没感受到半分爱意, 我都要原谅他了。 他说, 那时候, 妈也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还不是和你外公 教育我一样教育你了吗? 打你是妈的不对, 但是都这么过来的, 你不也长记性了, 不然绝对走不到今天呢? 再怎么说? 妈妈都是爱你的。 现在互联网发达了, 妈也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你爸妈, 好好学习, 安心考个好大学啊。 不是的, 你压根不觉得你有错, 你打我不是恨铁不成钢, 而是为了发泄你的怒火。 你也不爱我, 爱一个人, 不是打着为你好的名号, 毁了对方所有东西, 然后再让对方的世界只有你。 我的世界只有你, 是你让我的世界只有你。 你不是在心疼我, 你是在害怕你辛苦养大的, 控制的宰子忽然觉醒了而已。 断网, 断课外书, 断人际交往。 你就是想让我拥有你给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你想要我受到什么指令, 就一定要做好什么。 做不好就用打, 用骂, 用羞辱来修正我。 让我失去人格和尊严, 失去所有爱恨的能力, 让我失去做人的基本能力。 到最后, 我连一句你们不配做父母都说不出口。 我顺应你们的观点, 我的世界只有你们, 好让我不觉得这样做有错。 我安心地高考, 安心地考完后坐在河边发呆。 我妈催着我对高考答案, 她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后, 扬长而去。 逢人就说, 她的女儿是全校第一。 她好像忘了这一路上, 她让女儿丢过什么脸, 反而引以为傲。 别人提起那几件事情, 她总会反驳, 要不是我聪明, 我女儿那次之后再也没想过早恋了。 你看, 要是有那些杂七杂八地耽误她, 她怎么可能一心学习呢? 哎呀呀, 棍棒底下出孝子啊, 你不打她, 她怎的长记性。 我可真是苦了心思了, 忙里忙外地给她演了好一出戏, 她一直都清楚。 她一直都清楚我从小都是短发, 她知道我不爱美, 她知道我没有任何早恋的心思。 她一直都清楚我大姨妈不规律是常有之事, 知道我的下体是被她打出了问题, 知道自己在冤枉着谁。 她一直都知道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并且还特别会利用我的抑郁症来栽赃陷害别人。 她一直都知道怎么控制我。 她和爸爸从来都是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她太会演戏了, 我已经哭不出来了, 我还在熬着。 我熬到了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 我的爸妈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笑得合不拢嘴, 亲戚发来贺电, 他们笑脸相迎。 妈妈一个一个邀请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爸爸着手准备, 定下最大的大厅, 连夜赶出祝贺横幅和人形立牌, 定下长达二十米的花束。 因为明天是七月二十八日, 他们一定要讨个吉利。 忙里忙外, 看到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他们瞬间不爽了。 你别以为考上了就轻松了, 赶紧把金融学的这些书看了, 暑假也别掉以轻心。 我没有回话, 拿着茶几上的经济学原理走回了卧室, 还是没有关门。 我习惯了。 那天, 我看了五六个小时的书, 还用心地做着笔记。 我已经很久没碰过手机, 甚至都不会用了。 况且, 手机里似乎也没什么好东西。 他们见我对手机如此无感, 特别满意。 他们的驯服成功了。 我变成了一个只会学习的机器, 就连我死前的一小时都在学习。 哎呀, 就是省内最好的学校啊, 离家近, 好方便照顾他嘛。 他爸老板的儿子也在那个学校, 改天我看, 可以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长盛这以后工作不就简简单单的事, 他儿子老聪明喽。 我还请了他来长盛的升学宴。 对对对, 就是明天, 你也来呀。 哎, 红包不用多了。 吵。 好想关门。 熬出头。 什么叫熬出头? 我的志愿都是他们甜的。 我逃出来了吗? 恐怕以后也不能。 只有现在是这样吗? 以后也是。 我头疼得厉害。 我想到冰箱里还留着那块巧克力, 再没多想, 直接从冰箱最底层拿了出来。 它被我保护得完好无损, 我全部塞进嘴里。 冰冻的巧克力瞬间融化, 甜得发腻, 香气在口鼻间弥漫。 死有很多种方法, 但都是痛苦的, 比所有的挨打都疼。 那天晚上睡前的一小时, 我没有写笔记, 而是写遗书。 那晚上没有月亮, 但有些小风。 天气预报说, 未来一周高温下雨, 雨声熙熙丽丽, 好像众神击鼓, 举目欢庆。 落在空调外机上的雨水, 被灯火照得发亮, 像炸开的烟花。 日记本下面压着三张遗书, 我拿着钥匙打开防盗网, 一跃而下。 第二天, 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我。 升学宴请了那么多人, 结果主角闹上了新闻。 我妈一定后悔死了, 但她不会愧疚的, 她终于真正丢脸了一回了。 千万网友声讨, 控诉我爸妈。 他们家暴我, 窒息地虐待我, 控制我, 全部被暴了出来。 还有, 我妈去年污蔑林安玉的事情, 再次被挖了出来。 这一切, 法律都制裁不了他们。 这样才好, 法律判得太轻松。 他们应该要忍受 和我一样的日子。 明白自尊放在地上 摩擦什么滋味? 明白举目无人什么滋味? 明白遭到众人唾弃, 遭到冷眼什么滋味? 可惜了, 他们不会愧疚。 他们尝不到愧疚什么滋味。 他们毁掉, 我太轻松了。 我毁掉他们, 却需要付出 我的整个未来。 他们唯一重要的 就是我本身。 他们所有的财产 都倾注在我身上了。 花了十八年的钱, 最后落得一身骂名, 不好受吧, 那天凌晨一点, 楼下围满了人。 我的鲜血粘在泥土上, 水泥地上, 没有人过来清理。 我的血液同大地连成一块, 任何人都可以践踏我。 宋长盛, 你到底有什么想不开?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妈妈? 一个中年妇女疯了似的 拽着地上鲜红的身体, 很快被医护人员拉走。 救护车的声音响彻云霄, 滑破一道乌云密布的长空。 那是戴维少女的呼喊和控诉。 手术室的灯光刺眼无比, 门外的妇女被警察安抚着, 询问他女儿的事宜。 见他有些偏执, 一直在大喊哭诉他女儿的不笑和糊涂, 警察终于把搜查到的当事人 留下的遗书给了这位母亲。 我想你们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的。 所以我留下这一封遗书。 就在两分钟前, 我还在想要不要点个煤炭, 让你们中毒致死。 毕竟我已经让你们吃下安眠药了, 但最后想想还是算了。 这样死了太简单, 还会有更多人骂我不孝顺,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讨厌我的名字, 我讨厌的是你们在这个名字 施加的欲望和控制。 从小到大, 你们无时不刻在驯化着我, 迈着惨让我学习。 你们很会用我的愧疚来控制我。 你们将我从五岁打到十三岁, 我的腿上现在还有一个巴掌大的巴。 你们的脏话口不择言, 我每天听到的不是责骂, 就是脏话。 我真庆幸我还没有封掉。 我可以没有尊严, 但希望你们不要伤害别人。 我被你们培养得很有愧疚心。 我真的不希望林老师因为我的原因, 因为我一点过错被你们害成这样。 靠着你女儿的名誉清白和一个老师的名誉清白, 在网上搜刮了多少钱。 你们真的缺钱吗? 我想是贪小便宜习惯了吧。 我希望你们能去给林老师和陈老师道个歉, 就算是代表我去道歉也行。 我没有电子设备, 没有空闲时间, 我连到他们那里拜访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你们太喜欢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怎样的, 你怎么就吃不了苦? 我不知道什么才叫做吃苦。 是把虐待我当作魔力我, 叫做吃苦, 还是让我忍受羞辱, 叫做吃苦。 如果是这样, 我吃的苦已经够多了。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我一走, 你们可以离婚了, 总算可以了。 然后, 组建两个新的家庭, 接着吵架去吧。 但我又希望你们 不要去祸害别的孩子, 所以我真心希望你们的婚姻长长久久。 桌子上是我整理的经济学原理和货币银行学的笔记。 在我死前写完了, 看谁要, 就送给谁吧。 还有我高中三年来的笔记本和错题集, 也可以送给二楼家的妹妹。 我记得她正好初中毕业, 手机我没怎么用过, 七天包退换还没过期, 能退的话就退了。 其余我用过的东西, 能烧就烧了。 不要怀念我, 不要祭奠我。 真心实意, 希望你们长命百岁, 活得久一点, 不要来烦我。 我很爱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你们, 我真的很爱这个世界。 母亲读完, 手术室的灯光也灭了几盏。 她恍惚地干笑了几声, 怎么可能呢? 我的女儿长盛这么优秀, 怎么会寻死呢? 她不断摇头, 天旋地转, 医院的白赤灯仿佛是天堂的圣光, 照得她恍如隔世。 不可能的, 她不是我女儿, 我女儿很爱我的, 我也很爱她, 她不是我女儿, 她不是警察同志, 帮我找找我女儿好吗? 那不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一向很懂事的, 长盛。 你腿还疼不疼? 陈化提忽然闯了进来, 正在喝水的我忽然呛出了声。 我醒来已经有四天了, 面色还是有些苍白, 没有开心, 也没有痛苦。 听到陈化提的话, 我摇了摇头, 林安玉也提着两大袋东西进了病房, 把东西放好后, 向我点头微笑, 我也点头回应。 陈化提头埋在我的手上, 幸好楼不高, 幸好你是脚着地的, 以后你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对不起, 我声音沙哑, 又看向林安玉, 正是和你说一句对不起, 林安玉艰难地扯出一抹笑, 你没有对不起谁, 不是你的错。 她见我没有回应, 便转移话题, 你的腿怎么样了? 我看着我的腿, 疼痛感不间断地涌了上来, 刚摔下来的时候, 几乎要痛死过去, 不过没有节肢, 以后应该要坐轮椅了, 谢谢你们帮忙电医药费, 然后大学得延迟报到了, 先休学养伤吧, 挺好的。 她冷不防说了一句, 林安玉笑得很浅, 你开始规划你的未来了, 阳光刺眼地打在我的脸上, 我又像个呆子愣了许久, 这一次, 好像是终于从我父母那里的桎梏挣脱出来, 终于洗刷了十八年来, 他们在我脑子里不断重复的东西, 窗外传来急切的蝉鸣声, 阳光洒在灰白色的建筑上, 夹杂着陌生的消毒水位, 一并涌入我的感官, 自由的感觉真是陌生, 翻外, 精神病院, 阿姨, 不能吃, 快吐掉, 医院护工立马扯过她的床单, 上面沾满了吴梅丽的排泄物, 但吴梅丽目光呆滞, 嘴里塞满了恶心的排泄物, 她力气大的惊人, 两个护工都抢不过她, 忽然, 她喘不上起来了, 双手泄力, 向后倒去, 一个护工立马上前清理她口中的污秽物, 对吴梅丽进行急救, 又是那个阿姨, 任谁这样折磨, 都会疯掉的吧, 你没听说吗? 她虐待她女儿, 还诬陷男老师, 猥亵她女儿, 那可是老师啊, 名声坏了, 简直砸了人的饭碗, 要我说这老太太, 恶有恶报, 造化弄人了, 现在她女儿也不来看她, 真活该, 一科室主任走了过来, 别讨论了, 洗杯丹去, 等护工安抚好吴梅丽之后, 主任给吴梅丽做了检查, 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又给吴梅丽的女儿宋长盛打了电话, 对方的语气很平静, 我能做什么吗? 她有心结,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她的心结是关于你的, 你愿意配合医院工作, 帮助你母亲康复吗? 主任翻看着吴梅丽的就诊记录, 里面写着一石皮等字样, 你在她刚进医院的时候, 就我和说了, 我也配合做了, 没用的, 她就算是疯掉了, 也不觉得她自己有错, 主任转了个话题, 你能承担医院的费用, 这你不用担心, 我就算省吃俭用, 也供她在精神病院, 如果我真的不孝顺, 我就把她放到乡下养老院了, 挂掉电话, 宋长盛难难道, 就像你们当时砸锅卖铁供我读书一样, 我也省吃俭用, 供你进精神病院, 我连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你了, 怎么是不爱你呢? 在你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对你的爱会逐渐达到顶峰, 你死前的几个月, 将是我对你最真心爱你的时刻, 正如你对待刚出生的我。